女孩子们我们来说一些 小讲话 大多数女孩子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那个 你们都懂的 因为压力大 做习不规律 女孩子的某某部位 都会有一些活活症 不舒服什么的 很多小女孩遇到这个情况 都会不敢说出来 自己一个人默默挺着 导致啊越来越严重 其实这真的没什么 我们就是应该从内而外的爱护自己 千万不要因为这种事而难以稀持 惠及记忆 作为姐姐 今天我就跟大家讲讲 怎么应对这些问题 如果你已经开始有这些困扰了 千万不要等了 赶紧去看白大褂 别把自己的身体拖坏了 但是如果你还没有出现这些问题 我们也是可以预防起来的 比如说 一 贴身衣物的卫生 千万不能跟其他的东西混在一起洗 特别容易均均传播 二 还有就是 不要长时间垫那个小户垫 容易滋身均均 三 少穿紧身裤 因为紧紧地包裹住身体 长时间穿下来 容易形成高温潮湿的环境 容易滋身均均 最后引起花园小问题 还有 作息跟饮食也非常重要 熬夜跟作息不规律 都会引起我们花园偏致至失衡 抵抗力下降 饮食也要合理搭配 还可以额外补充一些 对我们女生很好的益生菌 最后大家记得 不要久坐 一定要起来走动走动 姐妹们 保护好我们的身体很重要 千万不要因为那些小羞涩小害羞 而忽视掉我们的身体健康 那么多就是这样吧 下次我们来分享一些 女生需要知道的小知识 拜拜